短褲女在公車上大聲嚷嚷 不滿司機為何只開前門 不讓她在後門上車 當時公車還在行駛 司機要看路 還要安部女乘客情緒 但她還是不停跳針 甚至拍照揚言簡矩 連旁邊乘客都看不下去 幫司機說話 女乘客才停止碎唸按鈴下車 事發二十三號晚上七點多 台中五號公車 司機解釋只開前門 是為了讓乘客方便上車 我是不能開 所以我才會質問她 我說我已經在你前門 你已經跑到後門 好像是在整我一樣對不對 開前門一定要從後門 這樣也不好 全韓客員表示 根據正確的SOP 司機必須同時開啟前後車門 已經口頭告誡 必向乘客道歉 但路況多變 偶爾疏忽也是情有可原 碰上乘客發脾氣 只能默默往肚子裡吞 記者 徐文裡 雲潔 台中報導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靠北 tennis 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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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北